卡鲁索如何歌唱 卡鲁索如何歌唱 1.对演艺生涯 起居饮食 嗓音宝剑的看法 1.前言 恩里科·卡鲁索 恩里科·卡鲁索 1873-1921 著名南高音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的名字 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都代表了意大利新生乐学派 1935年三权音出版社出版了卡鲁索的传记 其中富有萨尔瓦托列弗契托和巴涅特拜耶尔 贝尔所写的卡鲁索的歌唱方法及练习 福气托是卡鲁索最红年代的伴奏者和节目排练者 对于卡鲁索的传记和他所用的练习感兴趣的人 可以读读那本书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福气托和拜耶尔的说法往往不够客观 大家都知道 这位情感非常丰富的卡鲁索往往热情地失去分寸 扎谢达杰辽夫教授说 卡鲁索的喉咙时常痛 他曾由于声带上长小节而动手术 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科学原理1935年第48页 然而福气托所提供的资料中说 卡鲁索的学派极其完美 唱识很放松 永远不通紧嗓音 能胜任各种曲目等等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S福气托的看法 不能绝对相信他们 卡鲁索所博得的巨大声望 使得声乐文献中出现了许多解释他演唱方法的著作 也出现了许多卡鲁索传记和关于他的演唱的评论 但是这些书的某些地方是相互矛盾的 这位给世人留下大量唱片 婴儿名传后世的歌唱家的生活和创作 多半被写成形形色色的半幻想式的神话 为了不使读者受其影响 我在下面摘引卡鲁索本人所写的如何歌唱中的几段 二 歌唱者的艰苦命运 除了现身于歌唱艺术的一小圈子人外 很少有人能正确地知道 每个歌剧演员的成就和他的生活 他的从不间断地练习 他对自己健康的关心是密切相关的 广大听众很少知道 歌唱者有时由于极度神经质而痛苦到何种程度 以及他们在出场前如何处于舞台激动的影响下 大多数听众也不知道 享有盛誉的歌唱者应当生活非常朴素 必须在许多方面克制自己 当然 这些条件是根据歌唱者的个性而大不相同的 可是我力求凭我亲身的经验来说明 具有好嗓音的歌唱者身上有多么重的担子 也许我的天赋资质胜过其他一些人 同时具有优良的技术训练 这使我能够不特别费力 就在声乐艺术方面做到 别人只有通过长期而顽强的劳动才能做到的 但我还是经常考虑 如何保持我嗓音的青春的活力 要知道嗓音越好 越应当关心爱护它 我个人是用合理的生活方式来解决保护嗓音这一问题的 三 我的饮食制度 顺便提一下 饮食问题也很重要 我总是吃清潭的 所谓的大陆式早餐 而且网在吃的比较迟 我在两点钟吃比较有分量的午餐 如果晚上我有演出 那么午餐后我什么也不吃 最多吃一片夹肉面包 喝一小杯葡萄酒就足够了 演出后我当然要按照我的情绪来开菜单 但也总是适度的 我天生消化系统很好 不需要像许多歌唱家那样控制饮食 但我总是注意不要吃得过饱 因为胃的状态和嗓音器官的状态是密切关联的 如果一个器官有毛病 另一个也会不舒服 大概有许多人感兴趣 为什么我在唱歌前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进饮食 这只是因为呼吸时扩张横隔膜所需要的空间如果充满了食物 就不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来做深呼吸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发不出好的声音 因为缺少了最必要的东西流畅的呼吸 此外 消化过程也得消耗一些精力 而对于唱歌家来说 我们是需要全部精力的 这些仿佛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对于歌唱者非常重要 特别在歌剧或音乐会演出那天 歌唱者的时间往往被排练和演出挤得这样满 以致他很少有可能参加体育锻炼 这一缺陷应当力求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来加以弥补 譬如说 我发现在早上刚起来后 做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 就像战士通常所做的那样 或练几分钟清亮哑铃 是很有益的 同时不应忘记歌唱本身 由于他经常伴有深呼吸 已经能大大地有助于和脂肪层做斗争 而且在舞台上表演 这也差不多已经是体育活动 我发觉 合理的 适量的食物至少在保持匀称的体型方面 起酌和许多体育活动同样的作用 4.吸烟及喝酒 回答歌唱者能否喝酒这一问题时 重要的是首先要看酒对他的影响如何 以及他习惯于喝什么酒 因此答复应当是各式各样的 在意大利我们很喜欢在进餐时喝一点谈的葡萄酒 我总是喝我们的国产葡萄酒 并亲自参加酿制 我确信唯一正确的是饮酒适量 我始终遵循这一点 喝酒精类饮料 特别是像各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那样 喝威士忌酒 我是非常反对的 要知道强烈的威士忌酒 往往会刺激柔嫩的声带 以及神经系统援助 那时动听的高音C就要与你告别了 虽然我有时也允许自己抽支烟 但是我劝告所有的歌唱者 特别是年轻的歌唱者 不要养成抽烟习惯 他必然会对嗓音器官的非常敏感的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知道 不能滥用歌唱器官 需要关心爱护这个可以产生无价之宝的器官 五 声誉 盛名给每个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所带来的各种义务 是有很大诱惑力的 但是 甚至非常知己的朋友的邀请 我们也只能参加一部分 因为歌唱者应当首先关心自己的嗓音和健康 尽管这仿佛是很自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歌唱者不得不拒绝许多有诱惑力的事物 在大庭广众间大声谈话 对于歌唱者的烟布 这一敏感的乐器非常有害 他也未必能够喝完在酒会上向他敬的酒 因此 我宁可在几个好朋友的交往中 吃顿简单的晚饭 当然这是在我用不着唱的那天晚上 我或者去剧院看戏 因为在那里用不着讲话 现在读者也许会相信歌唱者的生活 绝不是奉忧而清闲 即使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气 坐在金色马蹄铁包厢中的人向他鼓掌的话 二 嗓音分类与歌唱技巧 一 嗓音与发声 如果提出声乐艺术方面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怎样做到的 那就需要考虑到 如何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说明在声乐艺术中 声音的构成和运用原理 因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 多的简直使人不知从何说起 最普遍的意见是每个大歌唱家都有一套帮助他获得荣誉的 非常明确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随便请哪一位歌唱家谈谈自己的方法 有人会觉得困难 有人甚至否认自己有一套特别的方法 因为歌唱时所用的器官是非常细致 而且各个不同的 大多数歌唱者或者更确切的说 所有的歌唱者都是不自觉的或习惯的做某些东西的 做得这样的不知不觉 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做出来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但这些艺术家的特点还是有他逻辑上的原因 他们之所以成为某个歌唱者的习惯 是由于他们适合于这个歌唱者的个性 因此也就是这些特点保证了这位歌唱者的高度成就 歌唱者通过练习和积累经验逐渐知道舌头和喉头 在怎样的位置上才能把某一个音发得更好 歌唱者并不是通过理论或计算才知道这些 而是通过反复的试验得知的 但是这些知识也许只对他一个人有用 别人也可能唱出同样漂亮的声音 但用的是完全另一种方法 因此可以大胆地说 有多少个学唱者就有多少种方法 同时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即使用的再正确不过 也可能对其他任何人都是不适用的 假如有人想问我这样的问题 那我就要这样回答 即使我事实上是有一套特别的唱法 它或许也只适合于我一个人 二 嗓音的分类 一般说来 关于嗓音这问题可以讲出许多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 在嗓音分类上我看到下列情况 很多年轻的女歌唱者总是为了不知道自己是个女高音还是次女高音或是女低音而苦恼 当然要分辨出真正的男高音和很低的男低音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要辨明高男中音和戏剧性男高音之间的差别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很多年轻人在学习过程中感到非常苦恼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男高音经常常对他们说来是音语过高的乐曲 而实际上他们却是男中音 三 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教学中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学生的音语被大大地扩展 声音起剧烈变化 男中音变成了男高音 千万不要勉强扩大应用音语或强行改变嗓音的天声特性 如果天声音语宽的话 嗓音经过适当的发展之后 音语就能往上或往下扩展 但是应性扩展是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结果的 把声音向上或向下硬逼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然而这样硬逼时如果相应的失去了另一方向的声音 那可怎么办呢 如果一个男中音硬要扩展自己的高声区 那么他必然会逐渐失去低音 如果男高音想要应挤出几个不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低音 那么他永远也不能把正常的男高音角色 唱得很好 而且过了两三年之后 他根本不能再唱了 四 发声 我还要谈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声 人们一般把发声理解为猴头与舌头的位置 以及嗓音的特征 许多歌唱者都有一种最坏的缺点 就是发出猴音或过于靠后的声音 即使体质强壮 最结实的发声器官也经受不住这种声音 这就是许多演员很快就离开舞台或者被迫安于默默无闻的地位的原因 一个歌唱者如果会正确的运用发声方法 那么45岁时应该是他的全盛世时期 并且他可以保持饱满的声音至少到50岁 到了这个年龄或者更大一些就可以准备结束自己的演唱生涯了 一个还具有充沛精力的大艺术家千万不能让观众先觉察出他的能力正在逐渐衰退 为了要求的正确的固定的发声方法 一必须设法有意识的把烟布打开 不要以为把嘴张得很大就等于打开了烟布 只要稍微懂得一点声乐的人 单靠呼吸就能打开烟布 用不着把嘴明显的张开 但是要正确的打开烟布 必须很自然的张开嘴和放下下巴 当然在唱高音时必须把嘴张得大一些 但一般说来他应当保持近似微笑的形状 经常在镜子前练习打开烟哨 并且设法看到口盖 就像让医生检查喉咙时那样 是有好处的大声发A音时应该感到这个音是在烟的后部形成的 但要注意到在发这个原因之前 烟布必须已经很好地打开五声音的支点 声音发出以后必须给他应有的支点 这就必须掌握呼吸的技巧 首先要把气吸得满些 如果发声时肺部只有一半的气 那声音很快就会失去支点 力度同时会发生音唱不准的危险 为了要正确地吸满气 必须挺胸同时使腹肌松弛 呼气时则过程相反 横隔膜 胃和其他重要器官四周的弹性肌肉 通过这样的练习会变得更结实 并能很好地支持气息 它们是控制气息的重要因素 而声音是决定于气的 可以把横隔膜的功能比作风箱 它执行着风箱的任务 声乐的全部艺术就在于 善于吸足气和善于正确而节省地使用这些气 歌唱者无论有多么好的听觉和愿望 如果他不会控制气息 那他就唱不准音 或是发出毫无声气的 可怜的声音 所以当学生懂得了什么是呼吸的艺术之后 他就踏上了走向目的地的正确道路 用鼻子呼吸可以改进深呼吸的技巧 也可以防止过快地消耗吸进的气 此外 鼻子可以过滤空气和使空气变暖 这就比用嘴呼吸更有益了 唱一切练呼吸的练习时都必须注意这一点 肺部在吐气时要尽可能把鱼气放出来 因为这样可以推动重新吸气 并使肌肉结实 六三个声区 人的嗓音自然的分为三个声句 胸声区 中声区 和头声区 头声区又称假声区 但南高音可以发出几乎像假声 而事实上是半声 Nezo Wolf的声音 半声对于男声说来是合法的 而纯粹的假声却是不允许的 对南高音说来 最重要的是中声区 这个声区包括他嗓音的大部分 如果中声区利用的正确的话 即使在最高的声区中也还可以运用他唱高音的时候 不要忘记声音的质量和发声的松弛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高音前面几个音的唱法 有些歌唱者 主要是南高音 喜欢在唱高音时把头痒得过分的高 这样会产生喉音压紧的声音 使听者感到很不悦耳 为了避免这点 必须尽可能把气储藏得深一些 使得上呼吸道能够放松 同时必须用全身来感觉声音 否则声音就不会有感情 激动和力量了 有很多歌唱者 尽管他们的嗓音条件很好 也能克服技巧上的种种困难 但是他们唱起来毫无情感 得不到那种能使歌唱家成名的 具有魅力的声音 就是因为他们的嗓音不饱满 而且缺乏灵感的缘故 7.消灭半声唱法中的缺点 前面已经讲过关于半声唱法的问题了 但我还想补充一些 因为怎样运用半声唱法 是声乐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半声唱法的概念 大致可以这样来说明 只用很少的自然嗓音 但有气息的支持 有了正确的气息支点 才会使声音具有优美的质量 当然 不能过分地逼紧气息 这样也会影响声音的 因此 半声就好像是饱满的嗓音的集中 半声唱法所需耗费的气息 和饱满的嗓音所需的一样多 没有气息支持的音 总是微弱无力的 它传不远 甚至在很短的距离内 也听不见 相反的 如果最最轻的声音 有很深的气息的支持 它就能传得很远 声音动听 而且有表现力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如果轻声 是在这位歌唱者的 自然声区里发出的 要求唱出一个音上的 渐强渐弱时 就不会引起改变 喉头位置和声音特点的危险 如果轻声是在对它不适当的声区里发出的 那么遇到必须加强声音的时候 就不得不改变声音的性质和特性了 八 不完美的嗓音 应当把嗓音方面的许多毛病特别提一下 它们是白声 喉音 鼻音和阳灭声 鼻音最难纠正 有些教师 特别是法国教师 为了要使声音有共鸣 认为声音应当全部往鼻腔里送 事实上只有用自然的方法才能获得很好的共鸣 用别的方法只会妨碍共鸣 呼吸当然要通过鼻子 但是唱时千万不要把嗓音从鼻孔里送出 白声Vos Bianca就是没有气息支点的头声 是无光彩的声音 因此叫做白声 要改掉这个缺点可以闭着嘴唱练习 同时要注意用鼻子来吸气 并要感到有很深的支点 如果唱歌时烟不开的不够大 就会产生喉音 至于说到鼻音 要改正这个缺点最困难 有些人就一辈子没有改掉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 唯一的改正方法是把烟布打开 把声音从小腹网软口盖送 假如声音仍从鼻子里出来 那就是说声音的形成太靠前了 这与唱歌的基本规律相为 如果学生有鼻音的习惯 可以让他只用原音来练习 A E I或La La L等 这样能帮助他克服这种带有危害性的习惯 但是谁要是早已花功夫 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的话 他当然能够避免所有这些缺点 扬捏声是由于抢逼嗓音而造成的 有许多歌唱者的嗓音 只适宜唱清歌剧 但却经常在大歌剧中演唱 听这样的演唱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愉快的 毫无疑问 这些歌唱家很快就会毁掉自己的嗓音 他们常闹喉咙痛 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发声器官不能经常处于 过度紧张的状态中 谁要是想长久的保持新鲜的嗓音 那他就绝对不能够越过自己嗓音的能力限度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纠正扬捏声 就是根本停止歌唱 等到有可能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时 再求助于闭口唱法 9 闭口唱法 这个方法对改正某些嗓音缺点常常是很有用的 但对于另一些嗓音却可能带来危害 一切都决定于嘴和烟布的结构 例如某人是为了烟布压紧而感到苦恼 那他就千万不要闭口唱 而对于那些声音过于开放的人来说 闭口唱法是一种练呼吸的极好的预备练习 闭口唱法对嗓音的灵活性很有好处 许多歌唱家每天都要闭口练唱 我的亲身经验可以证明这种练习的好处 闭口唱法使嗓音增加灵活性 而又使声带得到休息 据我所知 有些由于过度疲劳而毁坏了的嗓音 是通过这种方法而恢复正常的 在这里提一下S福气托所叙述的卡鲁索的呼吸方法很有意思 卡鲁索站着唱时 身体完全放松 一只脚放在前面 好像要向前迈步一般 重要的是他的身体非常放松 一点也不紧张 然后他也不露痕迹的使腹部肌肉松弛 平静的吸气 由于这样深而慢的呼吸 横隔膜放下了 腹壁和肋骨扩张开来 胸阔也就抬起 卡鲁索总是要求歌唱者以上所说的准备时刻 首先注意横隔膜 他着重指出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 就可以获得主要的因素来保证发出强声或轻声时 肺中有拖住的气压 纳茶莲科 易字得稳 三 音乐上的处理和舞台的经验之谈 一 节奏与速度 在遵守节奏与速度方面 歌唱者的名声是最坏的了 歌唱者在乐队伴奏下演唱时更应该重视节奏 否则就和指挥合作不起来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歌唱者非常机械的唱 这样会使音乐失去它的全部美妙之处 但也有些歌唱者 他们简直就不愿意或者根本不会遵守节奏 他们不能使歌唱的调节器呼吸适应于音乐的段落 因而经常抓不住节奏 他们允许自己甚至在那些完全不应该减慢的地方 也尽量减慢速度 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腾出时间来吸气 因为他们不会及时的吸气 单单把音符唱足是不够的 还必须把休止也保持足够的时间 因为正是在这时有可能很好的吸气 并为下一句做准备 节奏上的准确会使得演唱更有把握 更有说服力 但有些歌唱者就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歌唱者可以而且也应当 以他认为是适度的表情来唱 但同时还要遵守节奏 比别人喊叫的想的人 一定不如别人节奏唱得准 他所想到的只是声音的强度 别的什么也没有想到 其实正确的重音与遵守节奏是有密切关系的 一个真正的名家 尽管听起来好像他在风格及表演方面非常自由 但他能够不破坏节奏而表达出自己的全部效果 不能遵守节奏的人都是在艺术上非常肤浅的人 千万不要去模仿他们 二 土字的意义 很遗憾 许多歌唱者忽视了土字清晰的意义 听众往往听不懂歌唱者在舞台上唱的究竟是哪一种语言 他们满足于对剧情的一般内容的了解 有些人精通歌剧中所用的那种语言 但仍然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只听懂歌词中的一小部分 有很多歌唱者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声音好听而忽视了歌词 虽然歌词的优美之处有时并不亚于音乐 有人认为清晰的土字会影响嗓音的质量 但如果咬字自然而正确的活就不可能有影响 清晰的土字绝对不会对嗓音有害处 相反的使声音更完美 更集中 更柔和 当然 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清晰的土字来代替嗓音 只能把它当作嗓音的衬托 三 通晓几种语言的重要性 我建议所有的歌唱者都要熟悉几种语言 因为在我们这时代 必须掌握这些知识才能符合现代歌剧对优秀歌唱者所提出的要求 特别是意大利语 它的原音和各种音的结合非常丰富 这些音可以使嗓音增加声乐上的美 因此意大利语言完全有权被称为歌唱家的语言 四 应注意的几点 在演出歌剧的日子里最好保持安静 不要会客 为的是不使声带音谈话而疲劳 我的一位熟识的女歌剧演员 在演唱歌剧那天总是坐着装饰帽子 她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吸引她 使她不去考虑演唱 当然 在演出的那天不一定要复习自己的角色 然而在早晨唱几个技术练习 使声音保持弹性是很有好处的 意大利歌唱家总是遵守这条规则 如果演员想不仅用自己的嗓音 同时也用自己的艺术来对观众表达更多的东西 那她就必须很节省地使用自己的精力 一个唱歌没有计划的人 如果侥幸的话 一开头可能唱得很不错 但越到后来唱得越糟 有时到最后竟不像在唱歌 而像是在喊叫了 这种歌唱者好比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掉进深水里那样 她并未掌握自己的声音 却反而受了声音的支配 到那个时候再去与困难做斗争 已是枉然了 流水将把她卷走 结果还是淹死在水里 5.喊叫的危害性 有些过于热情的学生 往往自己毁坏了他们的声乐修养 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嗓音 因此他们想用尽全部力气喊叫 不理会教师叫他们小心些唱得劝告 他们陶醉在那些 他们能发出的很响的声音中 这种人一辈子也成不了真正的歌唱家 尽管他们具有最优越的条件 教师应该拒绝教这些人 就像拒绝教毫无希望的学生那样 而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认真学习的学生身上去 对待声乐教师应该像对待权威那样 严格地遵从他的指示 如果不是以应有的尊敬来对待他 那还不如换一位教师 我建议再到大城市去演出之前 最好先在小的剧院内演唱 在那里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 首先应当确认自己的声音位置是正确的 在此之后才能开始专业演唱 而且在实践的初期 无论如何不要力争扮演那些 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角色 最后还有一个忠告 经常观摩歌剧 研究卓越的歌唱家们的唱法和风度 这是最好的学习 这甚至比教师的指导和解释更清楚 更有益 然而主要的不是去模仿 而是去研究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自己的天赋条件 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四 舞台恐惧症的解读 艺术家的神经紧张 所有的大艺术家都会有舞台紧张 多年来在世界各国的最大剧院中演出的歌唱家 似乎应当能够克服公演时最糟糕的舞台紧张 但是远远并非如此 而且仿佛甚至相反 演员的激情越是发展 他越是能深刻地感到他所唱的东西 他越是能充分体会音乐 神经紧张的程度也随之而加强 在歌剧季开幕那天演出或第一次演出一部新歌剧时 还要紧张得厉害 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有大歌唱家的神经紧张状态虽然程度不一 但却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看看这种状态的各种表现形式 也颇为有趣 某些人的神经紧张表现为易怒 好与人争吵 那么可怜的服装管理员 整容师以及总的说来所有的舞台工作者 甚至在这位神经紧张的歌唱者第一次出场前 他所遇到的同事们都难以应付他 有时他的愤怒简直是倾泻到所有的人身上 另外一些歌唱者的神经紧张的状态表现在面部表情严峻 冷酷 面如吐色 另外一些人则变得歇斯底里 由于琐碎小事忽而放声大笑 忽而哭泣 我曾在剧院中看到一位很受群众欢迎的体格健全 身高六探的男低音在出场前很久就来来回回不断地走着 泪水一直躺到面颊上 有一次 一个著名的花腔女高清在歌剧即将上演前 唱出几声由于激动而颤抖的音 然后便咽着说 您瞧 我只能唱成这样 我有什么权利到台上去演唱 在我自己身上也曾多次发生舞台紧张的情况 虽然表现形势不是这样严重 有时神经紧张表现在演出时对演唱漠不关心 音唱不准等等 人们完全有权责怪这些演员 虽然随着演出的进展 演员们克服了自己的这些缺点 但是听众和评论家仍然给全剧以否定的评价 由于在开场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缺点 而缺点之所以会产生正是由于演员的极度紧张 我已经讲过艺术家在出场之前各种神经紧张的情况 可是我想再说几句关于这种神经紧张在实践中的意义 有两种类型的神经紧张 一种是由于意识到演员在舞台上的责任感而产生的 而另一种却是来自对于自己的力量没有足够的信心 如果演员对自己的演出毫无责任感 那他当然处之泰然 通常演员在出台以后就不再感到神经紧张了 前面我已经讲过 在演出那天歌唱者及时感觉不适 他只要一出现在观众面前 就会忘记一切 只想到自己的艺术 他对自己所运用的正确方法的信心 给予他很大的力量 然而可以完全肯定 很好地掌握了呼吸法后 神经紧张是不会影响正确发生的 哪怕你紧张的浑身颤抖也不会影响 防止过于神经紧张的最好方法 是相信自己掌握了真正的歌唱艺术 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五 给予希望唱歌剧的人的一些忠告 一 关于那些希望唱歌剧的人 听众极为关心 重视的歌唱家总是要为自己的声誉付出一些代价 希望演唱歌剧的人经常来请他们听听嗓音 听来也许会感到奇怪 这些人并非都是年轻人 当你看到这么多的人深信自己能唱歌剧 而且他们就是为歌剧事业而生的 你不禁要发愁 在多数情况下 这些人是由一些不学无数 愚蠢的朋友使他们造成错误认识的 也许是某些孤名钓鱼 或自私自利的教师说服他们 让他们为自己的嗓音消耗时间 浪费金钱 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 这些人不知道 他们在歌剧院中所听到的著名男女歌唱家 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制度的 他们也不知道 通过多年的学习和训练后 也只有极少数有特殊天才的人 能被选中到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的圈子里去 常常有人请我听他们的嗓音 嗓子很好 令人感到很有前途 但是后来逐渐发现 他们缺少一个必要的东西 智慧而要获得成功却非此不可 另外一些人相反的似乎具有敏锐的智力 灵活的头脑 也有优美的嗓音 但是缺少大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舞台上的吸引力 和一定广度的音乐知识 往往这一缺点在他们的举止中如此清楚地表现出来 有时我在他连一个音还没有来得及唱出之前就对他说 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但是仍然不能拒绝所有初听上去就觉得不合适的人 因为那个尚未被人发现 而我们总是在寻找的天才却可能恰巧在他们之中 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往往是完全在无意中发现的 而且每次总是被那些善于挖掘埋没的宝藏的人发现的 二 走上了错误道路的候选者 有时甚至可以很有趣地观察到 有些人偏离辉煌的未来 向他们指出的正确道路有多么远 不久前 一个青年带了厚厚一叠谱到我这来 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从井中发出一样 是个低沉的难滴音 当我问他有什么事 他回答说他要发出正确的音感到很困难 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 他确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当他开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唱音阶时 他马上就唱不准音 到最后一个音时已经完全离开主音了 之后他问我愿意听摩迪中的《这是愤怒还是爱我吧?世界将是我的》 他唱第二首作品时中断了 请求伴奏者一调 伴奏者问 一滴一个三度 不 一滴一个八度难滴音用斯坦特尔助一的嗓音回答道 实际上他也的确把旋律唱低了一个八度 我很有礼貌的 然而非常明确的建议他改行 另搞别的专业 三 最后的忠告 我要向所有希望演唱歌剧的年轻人大声疾呼 多多考虑 要知道这是一行非常艰苦的专业 即使你有优美的嗓子 并受过扎实的教育 你还应当掌握许多角色的大量曲目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多年的紧张学习和惊人的记忆力 此外还必须有舞台表演技术 这也是需要学习的 而且是演唱歌剧必不可少的 需要学会动作 基建 跌倒 首饰等等 等等 最后 在当代的歌剧情况下 学会几种外语是非常必要的 此视频文字原字网络 作者不详 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谢谢观看 敬请关注订阅与转发